新一届中国女排即将组建 由于不分老将陆续退役 所以球队也会迎来新人 作为本届联赛的冠军 天津女排到底会有多少新人入选呢 笔者认为 天津女排主打的三位新人 很难入围新一届国家队 本周期 天津女排主打的新人是王毅竹 陈伯雅和刘美军 王毅竹、陈伯雅都曾在东京奥运周期 入选过女排集训队 但非常可惜的是 他们被退回省队后 并没有被队伍大力培养 随着一波年轻球员的涌现 王毅竹和陈伯雅两人 恐怕只能泯然众人意 王毅竹在上周期 多次入选中国女排国家队 并还随队参加了周期比赛 可以说是中国女排极力培养的新人 然而王毅竹在天津女排五年的时间里 始终都是球队的联赛替补 在五届联赛中 天津女排在李盈莹对角主攻位置接连影员 导致本应该茁壮成长的王毅竹 只能待在替补席 如果说上周期被压制 本赛季被刘彦涵取代 就显得有些让人无法理解 王毅竹通过全运会的锻炼 其实已经打出了自信 他的进攻并没有给球队拖后腿 一传和防守也展现了进步的一面 可是到了联赛舞台 王毅竹又一次坐在冷板凳上 这对于刚刚打出成绩的年轻球员而言 绝非好事 陈伯雅这边也是如此 20-21赛季联赛 陈伯雅临危受命帮助队伍 激活了二号为进攻并成功 以接应身份入选国家集训队 应该在接应位置上升更 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 然而 天津女排却把陈伯雅改到了主攻位置 锦标赛上还打起了不接一传的强力攻守 虽然陈伯雅在锦标赛上发挥不错 还拿到了最佳主攻 但在现代排球体系中 主攻需要的是全面 陈伯雅明明是接一传和防守的能力 却不让他发挥 联赛期间 陈伯雅更是打完第一阶段 就被天津女排以伤病原因送回了大本营 不得不说 陈伯雅和王毅竹 都打不上主力 何谈和其他年轻球员去竞争国家队之位 刘美军这边的问题则是身高不足 本届联赛 刘美军的作用就是后排替补 他在场上还算是保质保量的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但来到前排后 他身高矮的劣势就完全凸显出来 面对河北女排也经常不下球 矮个主攻要想进入国家队 光靠后排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要比后排能力 还不如找个自由人 在前排的进攻和篮网 也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 进攻方面 身高不足用技巧弥补 可惜刘美军的扣球技巧并不出众 篮网上刘美军的个头 也很难拦到高大攻守的扣球 所以刘美军也很难入选 中国女排国家队